第499集 蛇 貌似我们这是立功了 李铁牛喃喃自语着 哼 看管事大人的模样 这矿石肯定不一般 说不定能够让我们跳过杂役弟子 直接成为霸天宗的正式弟子呢 施云的脸上也露出了狂喜 要知道 众人就算是挖满了十年矿 还是要参加月龙门竞争名额有限的杂役弟子 杂役弟子与正式弟子之间的差距可是很庞大的 虽然还没有定性 但是也并不妨碍众人的臆想 万一真的是直接成为杂役弟子呢 很快 无数陷入熟睡的人被叫醒了 一个个拿着工具进入到矿洞的底部 开始沿着银色的矿石开始清理起来 十天之后 一大片银灿灿的矿石壁出现在矿洞的底部 连绵上百里 不见尽头 现在十来万人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工 下方不宽的矿洞早就被开拓得宽大无比 与旁边的无数矿洞打通 形成了一道宽大无比的通道 也幸好 这银灰石矿石啊 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巨大板块 不然非得塌了不可 而矿洞的一旁 数百位霸天东的核心弟子 在宗门一位长老的带领之下到来 卫生兵则是成了一个小丝 脸上的高于冷烈消失不见 堆起了缠媚的笑容 不错 这一次你做得很好 亲自实验过这矿石的坚硬程度之后 韩兴抚着胡须 脸上露出了笑容 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这是什么矿石 但就凭着坚硬程度 那也是珍宝 弟子不敢当 为宗门效力 是弟子的分内之事 卫生兵的脸上一洗 恭敬地说道 数百核心弟子 也知道 凭借这一次的恭敬 卫生兵内门弟子的身份 绝对是板上钉钉的 逃不了了 甚至如果这矿石真的是稀释珍宝 就连核心弟子也是有那么一些机会的 所以 众多核心弟子并没有端起架子 一一与卫生兵打了一个招呼 但众人也有自己的骄傲 也仅仅只是打了一个招呼而已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越来越多的矿石被挖了出来 但却不能够敲下了一块 现在露出来的矿石已经长达了五百里 而越是挖掘 一头的矿石就越小 原本一块矿石有马车大小 而现在只有脸盆大小了 而另一端则是保持着马车大小 不知为何 随着越来越多的矿石露出了表面 韩宗的心里却有着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能是这段时间与五大宗门扯皮 太损耗精力了吧 韩宗摇了摇头 这段时间五大宗门的表现越来越强势 霸天宗还没有做好与五大宗门交战的准备 不知为何 这矿洞中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这段时间已经有数千人被冻死 但是寻找了一天 却是找不到低温从哪里传来 这一条矿卖价值连城啊 连宗门的长老都亲自过来了 可惜这条矿卖不是我们发现的 是啊 石云一行人这次算是一步登天了 一行人一边清理着银色矿石表面覆盖着的星灰石 一面聊着天 言语之中充满了羡慕 哼 我张老三也算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了 这矿石的挖掘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我可得好好地瞧瞧 一脸麻子的中年人 吐出了一口唾沫 在手上搓了搓 认真地抚摸着这一大块银色的矿石 哼 张老三 摸啥矿石啊 回家摸你媳妇去吧 旁边的人开玩笑说道 张老三却是一动不动 满脸的迷醉 这矿石上的纹路实在是太美了 无时无刻都在变动 嗯 张老三 张老三 旁边的人也没有在意 但是十分钟之后 先前开玩笑的人都觉得不对了 叫了几声 张老三居然没有答应 这鬼温度越来越低了 那人咒骂了一句 看着自己吐出的白色雾鳍 缩了缩脖子 上前走到张老三的背后 准备拍一下张老三的肩膀 嗯 怎么这么冷 那人脑海之中闪过了这个念头 而后一时就陷入黑暗 咔嚓 一道道细微的结冰声响起 一层恐怖的幽蓝色寒冰 快速覆盖在了两个人的身躯上 又有两个人冻死了 旁边的人急忙让到一边 这些天 这种情况可是没少发生 不少人都是这样 突然被冻死了 咔嚓 轰隆隆 一阵强烈的狂风 不知从何而来 瞬间吹起大片星灰石的粉末 烟雾之中 传来了一阵 矿石坍塌的声音 寒星手一挥 平地直接升起了一阵龙卷风 无数的粉末 全部被吸入其中 形成了一颗 房间大小 由无数烟尘形成的大球 距离露出来的 银色矿石前方 数公里的地方 一大片的星灰石坍塌 露出来两个 百米大小的 不规则的圆形孔洞 一阵阵微弱的清风 从两个洞口之中传出来 韩星带着数百核心弟子上前 有重宝 只是一瞬间 所有人都闪过这个念头 站在洞口之外 一阵沁人心脾的心香 从其中飘散出来 让人飘飘欲仙 难道是天地凌辱 又或者是其他的天才地宝吗 韩星来了兴趣 一些天才地宝 就是存在于矿脉之中的 这是你们的机缘 进入寻找吧 韩星向着身后的数百核心弟子说着 这种品级的天才地宝 对自己已经没有作用 但是对这些弟子倒是有点用 多谢长老 一群核心弟子摩拳擦掌 而后快速地进入洞口 噱 众人进入十来分钟 一股恐怖的气流 就从两个矿洞之中喷了出来 一群核心弟子 最少三分之一都被喷了出来 被韩星接了下来 剩下的三分之一核心弟子 实力更强 或者有秘宝在身 倒也无碍 咔嚓 一道道裂缝 不断地蔓延开来 露出了星灰石下方包裹着的 无数银色矿石 动了动了 这矿石动了 一道道恐怖的叫声 突然响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 则是惊恐 面对未知的事物 这些只比普通人墙上一些的矿工 一样害怕 如潮水一般地向着外界跑去 韩星没有去管这些乱七八糟逃跑的矿工 韩星只是感觉到 有一恐怖的生命 注意到了自己 什么东西 太恐怖了 就算是太上长老和宗主 也不可能有这么强 在一群核心弟子惊讶 不解 呆滞的目光之中 平日里 就连宗主也敢顶撞一两句的 韩星长老 此时却是狼狈无比 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 鼻涕眼泪直流 瘦弱的身体 抖得就像筛糠一般 这还不算 裤子下方湿漉漉的鱼片 还在滴着水 这是什么鬼啊 一群核心弟子面面相去 你妈 这是吓尿了 这种糗事被自己等人看见了 会不会被韩长老灭口呢 一群核心弟子心里发寒 随之而来的 则是无数的疑问 韩长老怎么了 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把韩长老 吓成这个样子呢 轰隆 无数密不裂缝的心灰石 大片大片的脱落 建设起大片的烟尘 烟尘散尽 露在下方的矿石 露出了真面目 蛇 一条恐怖无比的大蛇 烟尘消散之后 一群核心弟子身体僵硬 终于知道 为什么韩长老 会吓成这个样子了 别说韩长老了 他妈的 我也好怕怕呀 一颗脑袋 直径数万米庞大 长达五六百里 这哪里是矿石 这是这条大蛇浑身的鳞片呢 此时 已经没有人去想 进入这条大蛇鼻孔的同伴了 反而是后怕不已 方才众人进入的矿洞 就是这条大蛇的鼻孔 这条大蛇通体银白 银白色的鳞片之上 有着若隐若现的纹路 每一块鳞片之中 都拥有着一个神秘的符纹 按理说 这样恐怖的大蛇 自然就化龙了 但是眼前这条大蛇 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如同一条普通的蛇 放大了千倍万倍 北风的手中拿着鱼竿 稳坐钓鱼台 四周风景优美 不时从百段山处 传来一阵阵恐怖的售后 北风借助鱼竿的特殊范围 能看清楚方圆五百米的场景 此时北风能够看见的 就是一片银白之色 嗯 这里可不像是什么 有价值的地方啊 北风自语了一句 准备操动着鱼沟 飘远一些看看 而意识界中 原本没有任何生机 像死无一般的大蛇 开始渐渐地苏醒 一对直径数百米庞大的银色眸子睁开 一道璀璨的银色光芒 从银色的眸子之中射出 咕咚 众人僵硬地转过头 看向了无声无息被击穿的通道 咽了咽口水 大哥 咱胆子小 能别这么吓我们吗 这一道眼神而已 直接击穿了数万米的距离 射出了地表 一大股阳光照射下来 但是众人却没有感觉到温暖 反而是浑身冰寒 噗 这是什么 眼睛 光芒从鱼沟两旁擦过 北风的特殊视角 正好与这条大蛇睁开的双眼 对视在了一起 脑海之中闪过了轰鸣 北风张口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太恐怖了 隔着两个世界 自己只是看了对方一眼 居然就遭受到了重创 北风吓得差点将鱼沟都给扔了 北风百分之百确定 那就是一颗眼睛 只是一颗眼睛啊 就庞大数百米 那么这颗眼睛的主人得有多庞大呢 北风不敢想象 这颗银白色的眼睛 在北风的感知当中 就如同苍天之眼一般 高高在上 冷漠无情 没有丝毫波动 这颗眼睛 映在了北风灵魂的身处 中文灵魂的身处